好了 一起衣服慢慢走 游客一个接一个排队 要从华林港搭船出海赏金 因为动作要是再慢一点 可能就去不成了 中午以后 我们可能就会宣布停航 做一个安全的警戒 跟我们台风防台的措施 同样趁着台风前好天气 七星台的海边也是出现大批游客 要来海边走走 可能还好吧 因为台风每次也是有惊无险的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 按照这个行程走 如果真的是台风过来了 那还是以安全为止 虽然海边上风平浪静 但海区人员已经开始在海边 拉起封锁线 秀了出风雨欲来的气氛 但大而天的 怎么能够不玩水 拉着水枪在池子里 来一场凉快的水涨 花莲的芝卡旋乐园挤满游客 而同样抢着台风前出游 台东的出炉牧场 也是挤满了大批人潮 还在合理的那个范围里面 应该还OK啊 OK 趁着还没来 赶快玩一下 对对对 只不过一样台风两样亲 花莲的游客是抢着 二三号中午前出海赏金 台东离岛的游客 却得赶着船班停航前 赶回本岛壁台 本来昨天要 才要回来 然后今天就出来 说要关岛 然后本来四点半的船 然后又改到八点半 其实行程都打乱了 游客无奈也只好接受 毕竟台风来势汹汹 想要出游玩得尽兴 安全还是第一要务 记者刘吉娇 徐玉璐 花莲台东报道